好 不過就在選前 現在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被爆出說出售高雄豪宅疑似炒房嗎 好 這個消息來源是有人 他在看房的時候發現說 這個屋主是陳時中 但是看起來說這房子 好像是沒有入住的茅培屋 不像是買來要自己住的 比較像是為了要投資 好 我們就來看到 其實這棟房子 是在高雄的一處頂級的住宅 他算是南部有第一豪宅之稱 那麼這一棟房屋的屋領 大約是九年 而這個權狀坪數是一百二十七坪多 那麼每一坪的售價是來到三十六點零二萬 總價出售這個金額是來到了四千五百八十萬 好 但是面對這樣子的一個 有關於說是不是要炒房的爭議 陳時中當然大聲的喊冤 他說這棟房子從預售屋買到現在 是已經十一年了 沒有人這樣炒房的 他說當時他是在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覺得住在高雄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不大 所以他當時就已經開始委託仲介 還有朋友來幫忙賣 已經賣很久了 並不是最近才打算要來出售的 不過面對這樣子有沒有炒房的爭議 這個黃山山道也做出了評論 他比較酸 他說其實是可以不用賣了 反正陳時中也快退休了 滿座學者力挺 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選前黃金周最後衝刺 吹出選票 不過他被對手爆料 悄悄接受名下豪宅 轉手開價高達四千五百八十萬元 被質疑有炒房疑慮 陳情是為了要還債 房子也已經賣很久了 遲遲沒有賣掉 位於高雄市亞洲新灣區的國燕大廈 頂級住宅 有南部第一豪宅之稱 主打可以眺望海景一層兩戶 平均每戶坪數一百零九到兩百四十平 而實際上實價登陸網站 國燕大廈在今年有無比實價登陸資料 最貴的總價一億一千五百萬 最便宜的三千七百萬 與陳時中開出的四千五百八十萬 落差並沒有太大 陳時中也透露其實這房子 原本是為了退休之後的規劃 才會貸款買屋 我記得他不是說那個是要退休用的嗎 其實可以不用賣 因為他也可以買最小的 暴雄以前房子也不好賣 就是這樣子放著 十年我買了大概從預售物到現在 也是十年十一年了吧 草房 不要這樣子在草房的啦 講草房真的是抹黑 陳時中喊冤 原本是為了退休規劃 沒想到進成了草房脫產 宣言前倒數關鍵時刻 每件事情都會被放大檢視 華雄晚上黃東順 台北高雄報導 場合 雲 未充電 包含